他最近感觉怪怪的 身上总是莫名其妙地出现灰色小虫子 是天气变热产生的吧 他并没有特别地在意 只是觉得这虫子在身上爬来爬去 招人烦 他不停地用手弄死一只又一只 那虫子却好像和他作对 不停地出现 有时明显 有时躲在暗处 不知不觉 他的身上被这小虫子咬得体无完肤了 忍无可忍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抛在浴缸 当热水侵入身体的时候 他觉得整个人都通畅了 这个时候 浴缸里就会浮起一层小虫 他第一次洗的时候吓坏了 但是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除了觉得恶心 没有了害怕 现在 他变得神经兮兮的 总是害怕同事 看见他身上的虫子 每天无数次地照镜子 无数次地在厕所里 杀死一对又一对的虫子 他每天泡在浴缸里的时间越来越长 他慢慢开始喜欢 看这些虫子 漂浮在水面上 密密麻麻 他只要一站起身来 马上身上又会有 他已经十几天没有上班了 也没有请假 来报案的是他的好哥们 电话也不接 我们去看看 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 闻到的是一股腐烂的气息 地上 墙上全是灰色的虫子 密密麻麻 你来了 是警察 全身上下爬满虫子的他 边说话 边把骨头上的虫子弄死 这次是 诺子弹 是 我们下边的虫子弹 这次是